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帶各位來體驗一下 上海浦東機場的四湖列車 首先我們到達上海浦東機場之後 出來之後往左轉 就會看到一個手舞梯 上到樓上之後 就開始沿著指標的方向 往四湖列車的方向前進 那一樣,感覺好像還在機場裡面有輸送帶的感覺 坐這邊的四湖列車 就沿著這個走道一直到達購買車票的地方 購買車票的地方呢 其實它是跟地鐵的售票是同一個位置 買完車票之後就上車 等候著車輛的花車 在這車廂裡面會有點吵雜 並不是很安靜 一些遊客滿興奮的 搭上這四湖列車 就準備啟動 所以趕快開 這個車廂呢 一邊是三個位置 一邊是兩個位置 等待的過程呢 不用太久 它車就馬上就發車了 OK,現在 我們的池烏列車已經啟動了 這個池烏列車 我的感覺 坐起來會有點搖晃 有點像台灣的普悠瑪 火車在西部 在跑的那種感覺一樣 它的時速是開了272 那現在來到上海 坐這條蜘蛛列車 它時速中間會達到最高時速300公里 那行了 開車 還沒有跟古飛機 閃機 貼力形式 跟島嶸 還不會感及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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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